节目里面也没有让你们有反差 余文文反差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很真实 很酷 然后又非常自信的女孩 但她私底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软糯的一个性格 笑点其实很低 有种私下在一起聊天聚会什么的 笑到崩溃 然后余文文真的是还好现在没有上头 不然你真的太豪笑了 她是一个反差还挺大的